香港公共圖書館近日下搞多本政治名人及學者的著作 以審視書籍有沒有涉及違反香港國安法 或其他香港法例 科文署星期四推出新的收集圖書館館藏意見渠道 比市民更容易及方便 向香港公共圖書館就館藏提出意見 進一步保障館藏的內容合適 沒有意識不良的內容 不會違反香港法律或危害國家安全 市民填寫表格時需要提交有關館藏資料 包括名稱、相關部份、頁數、文字段落等等 公共圖書館會就表格上的資料作出跟進 包括可能首先將這個館藏下架 以及重新審視內容 但不會就每項意見作出回覆 並無亂有問題 主題 implied 兩位 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